今天一定要連夜 將這些貨 快點 馬永珍 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這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這個也不是你該問的問題 如果這裡面是殘害百姓 禍國殃民的東西 我必須得回 現在我們進入放棄 這裡面很容易 導致來了 限時 前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以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你以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我自己生了 嗯 就这么 dès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呀 马永珍带人袭击了祸场 马永珍 他怎么知道消息的 是谁走路的封城 是段冷粹 段冷粹这个臭娘们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 可子祥却把他当成了宝贝 气死我了 子祥呢 子祥在哪儿 让他马上回来见我 子祥去哪儿了 子祥呢 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他重担身亡了 不 你 不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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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板 就是要在这里比赛吧 不错 到时候那片空地 会设计重重障碍 参赛的人 要依仗着自己的棋术 越过障碍 先抵达终点者为胜 比赛分为三场 三局两胜 前两场的难度 应该不会太大 那第三场呢 第三场也是最困难的一场 我打算要你压阵 到时候白赖丽 肯定会让她的宝贝女儿出马 她的马上功夫 你也见识过 算是见识过吧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白赖丽 从山东挑来的好马 已经不中用了 对了 那本来就是你的马 不过没关系 好马我这里也有 跟我来 罗王 我就选那匹黑马 莫永珍 这匹马翻蹄亮掌 薄色伐乌 我说 你不是看走眼了吧 千里马 未遇上伯乐 又怎么能精神得起来呢 我真是遇上伯乐了 即是 你来 唯一 你这位 правда 你不相信 你靠你 Bret 我 舒服 她 什么 都会 我薛长春也会大大地重用你 让你从此以后 不再屈居人下 谢谢老板 如今这赛马的门槛 真是放宽了啊 连个臭拉车的都能参加比赛 卢大帅 今天怎么有如此闲情雅致 是来看马的吗 看什么马呀 好马我有的是 我是来看人的 看人 我是想来看看到底是谁 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想跟老子过一步去 韩副官 不要动怒 不要动怒 原来卢大帅是为 昨晚的事而来啊 那你知道了 难道就不给我个交代吗 岂敢岂敢 只是两个手下人 未争一时之勇 惊动了大帅的虎威 况且又在租界里 我想没有必要 把这件事情闹大了吧 那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罢手不管吗 那怎么可能呢 惊动了大帅的虎威 大帅发难问罪 也是应该的呀 但是我想 总会有个更好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什么办法 我今天来 就是想要这小子的命 大帅 您征战沙场那么多年 要是想要这个穷小子的命 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可是以您的身份 兴师动众来对付 一个穷拉车的 这件事情 要是传出去的话 好说不好听啊 好 今天这小子的命 就先挂在你这里 明天的比赛 我押十万大洋 赌他胜 要是他赢了 我不再追究 要是输了呢 明天的配梦 明天搜到一里 明天就是了 明天就必须 明天我们 明天就必须 明天会 明天就必须 虽然明天我不能和你一起上阵 但是 你还是要保佑我齐开得胜 我要好好地为你出口气 知道吗 小爹 这么晚还不去睡 明天还要看你出风头呢 爹 雪露明天不能陪我一起出战了 我怕 怕什么 你对你自己的习术没有信心 我当然有了 可是 明天说是赛马 比的却是人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才能赢得这场比赛嘛 我知道了 爹 来 毕亚先生 请坐啊 好 市长先生请 请啊 谢谢 谢谢 好 白老板 徐老板 早问你齐术精湛 本来可以大饱眼福 也好让小女向你学学 你怎么跑到看台上来了 赛马是年轻人的事 你我这样的身子骨 还是老老实实地看着吧 你我这样的身子骨 也对 全怕少壮 全怕少壮 对了 那天为了救白小姐 我不慎踢伤了她的马 我本该再陪你一匹好马才是 无奈保马难寻哪 徐老板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 不瞒徐老板 我们家的好马呢真是不少啊 若不嫌弃的话 随便挑一匹拿去好了 那倒不必了 好马我虽然没有 但擅骑马的人 我倒是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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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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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但奇术精湛 这编法也出神入化 输的是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这承王败寇啊 江湖上自有江湖上的规矩 薛老板也是老江湖了 没有一些手段的话 恐怕也没有现在 如此壮大的五湖帮啊 第二场比赛开始 冲击 写胜了 写胜了 女士们 先生们 第三场比赛 将是决定胜负的一场 因此 大会已经决定 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 在最后的重点端 挂一个绣球 谁先着了绣球 并顺利到达重点 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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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白来吧 等会儿 还有更精彩的 比赛嘛 无非就是分个输赢 我看那马永贞 他也未必能赢得了白小姐 不 他必须要赢 为什么 因为他赌的是命 如果他输了的话 那可就是连命都没了 再来又没有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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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老板 没想到令千金的功夫着实不错 你这个马夫的功夫也很了得 马先生 恭喜你 来 好小子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些奖金都是你的了 谢谢老板 永珍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渣北 渣北 那不是一堆叫花子住的地方吗 小花刀 你明天去替永珍找所大点的房子 是啊 老板 我看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 你这么好的人才 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 况且 你替我错了白赖里的威风 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不用跟我客气 你听到没有 是 老板 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对了 永珍 我问你 你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滩 有什么心愿 我在上海立足未稳 如果有机会 我想在上海闯一份事业 好 就冲你马永珍这一句话 我就给你个机会 这样吧 你先帮我打理一间赌场怎么样 赌场 多谢徐老板美意 我怕这种生意 我做不来 做不来 做不来 你是不是嫌赌场 是捞偏门的生意 傻小子 机会就是机会 哪管什么偏门不偏门的 你要是想做出点名堂来 光靠拉黄包车可以吗 你马永珍若真是一条汉子 就像我一样 从偏门做起 再从偏门打出去 好 谢老板 我答应你 好 这才像条汉子 以后跟着我好好干 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老大 卢大帅来了 跟我来 大帅 是 有事远赢 有事远赢 有事远赢啊 徐老板 今天在赛场上 你们五湖帮 可是出尽了风头啊 哪里哪里 还不快把彩金送上 是 大帅的礼金呢 大帅 您下注还真是看准人哪 怎么样大帅 我这个兄弟没让您失望啊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算你小子命大了 好 大帅 这么点小事 何必还挂在心上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我看不如这样吧 改天由我薛某人做东 就算是给大帅赔个不是 来 马大哥 我们发财了 小宝 把这些钱拿去 给大家分了 好嘞 不能分 这是你的欠 葛大叔 没有大家照应我 我妈要真哪有今天 小宝 这些钱还是拿去给大家分了 有真 有真哪 实话跟你说 这些日子以来 我们没有为你做些什么 倒是你呀 处处不忘我们这些叫花子 葛大叔 你说的这是哪里花 来来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来来 吃的来了 吃的来了 更多呀 来来来来 你来吃吧 来了 来来来 大家都过来 今天晚上我们要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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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来 多吃肉啊 好好好 来来 干干干干 来 Regarding 吃 快 葛大叔 怎么了 薛长春让你给他看赌场 是不是真的 是啊 那你这回可是真威风了 说起来 我真是应该为你高兴才是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好 你要不怕扫兴啊 我就跟你说 你说 我觉得薛长春让你给他去刊赌场 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呀 是啊 这不明摆着吗 薛长春是什么人哪 他是五湖帮的老大 他今天弃中你呀 你就有好日子过 他明天不弃中你了 弄不好呀 连性命都要丢掉 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呀 你就不能 何大叔 你说的这些话我也明白 可是我这个心里边有数 赌场生意是捞片门的 我要在上海滩闯出些名堂 不冒点闲怎么行 对不对 正像薛老板所说的 我从片门干起 有召一日再从片门打出去 对不对 对 没错 永珍 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关键的时候 还得要看你自己 那是那是 我呀 就不再啰嗦了 来来来 高大叔 来 各位 马兄弟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大房子 吃完这顿就要走了 来 我们借着杯中酒给马兄弟送行 来来来来 不不不 妈 我今天不走 我要留下来跟大江喝到天亮 好 来 干 来来来 大家都喝了 雪卢 我输了 不但输了 而且还出尽了杨相 来来来 爹 都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啊 爹 你一定要替我出了这口气 替我好好教训那个臭小子 马永贞这个小子 他倒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 那爹就是不要为我报仇了 你别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可是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放心 爹一定会给你报这个仇的 不但要报 还要连他的后台一起拆掉 您是说薛长春 没错 马永贞 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他都不肯跟我 没想到这个薛长春 居然有本事收服他 好 那我就让他们两个一起死 大帅 你看这处十八相纵啊 可算得上是千古绝刹啊 梁山伯啊 我看他是个呆子 眼看到嘴里的天鹅肉 都给飞了 做男人做到这个份上 还不如去死 你们这是唱戏吗 你们人在回银子 十八相送 不如老子先送你们 大帅 何必跟他们生那么大气的 你要是不喜欢这十八相送 就让他们换一出吧 薛老板 你不是答应我 让你的柳姑娘 给我唱一段听听吗 择日不如壮志 我看 就今天吧 那也好 但不知大帅想听哪一出 就来一段吕布西貂蝉吧 巨迟啊 我看你就唱一段 让大帅消消气吧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怎么唱啊 柳姑娘 只要你一句话 马上就有人伺候 大帅 我一个人也没法唱啊 俗话说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嘛 我就是吕布 你就是貂蝉嘛 咱们是天生一对 刘姑娘请吧 放开他 放开他 大帅 永珍 住手 住什么手啊 我看打得很好嘛 光是听戏太闷了 既然两虎相遇 不如寄静 让他们来较量一场 大帅 依我看 他们两个 早就想好好打上一架了 不过这比武较量 必须要赌一个彩头才好 我看这样 徐老板 若是马勇真输了 你就让你那个刘姑娘 今天晚上不认了 大帅 还可以 的 那生 做温虽 或者这是 我做 做温虽 有 我不 是不是 我 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赢 萧老板 那柳姑娘 你没看出今晚这架势吗 若是不舍小柳的话 咱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大顺 马永珍 马永珍 你刚才已经中了一脚 还在这里逞什么为否 你早就输了 那柳姑娘 我说你输了 你就输了 今天晚上 你的柳姑娘 可是要陪陪我了 对了 马永珍 我要你亲自把柳姑娘 送到我大帅府 听见了吗 薛老板 你真要把柳姑娘送过去吗 老大是为了过拳大局 难道你想把你的小命 留在大帅府吗 留下来如何 想当年我薛长春 一双铁拳 打遍上海滩 好不容易拉起这几百号兄弟 才创下这基因 可今天 烧有茶池就会毁于一旦 撇下小柳 你以为我想吗 那也不能为了保住你的江山 就出卖自己的女人吧 这还有一字可言吗 一字 你跟我讲一字 你一个乡巴佬 若不如我提拔你 你会有荆铁吗 如果我的荆铁 是靠牺牲一个 无辜女人换来的 我情愿不要 你再说一遍 如果我的荆铁 是靠牺牲一个 无辜女人换来的 我情愿不要 您 你妄恨服衣 如果要靠 出卖自己的女人 我情愿当一辈子臣服 好 我成全你 给我滚 滚 永远都不要回来 老大 要不要我叫几个人 把他给干掉 好 不要 让他先去吃点苦头 等他明白了 他会回来的 好 他不再去吃点苦头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你一句话 我们马上离开上海 你可以不听他们摆布 跟我远走过飞吧 你何苦作茧自己 跟我一起走 走 走去哪儿 就算你逃得出上海 你以为你能逃得出 卢大帅的手掌心吗 你真的能保得住我吗 你一个人对抗得了五湖棒 对抗得了卢大帅吗 其实对我来说 跟哪个男人睡觉都没有分别 如果你一定要带我走的话 不但害了我 也连累了你自己 如果你还不走的话 我自己走过去 是我没用 不关你的事 上海这个地方 就如同龙潭虎穴 就算你再了不起 小鱼终究翻不过大浪 算了 算了 还是臣病吧 宝敬回来 我这么远把我 Enfin转被带太来了 是纯灵的 伯母这支三亥 就算心已累卻无法转回 方马追逐你梦中的光辉明天 无尽的勇气 眉目间那段情那段潇洒 爱恋的往事历历在期 永不放弃 永不停息 今生永不离开你 野火飘摇肆虐的空气里 掩盖不了你的气息 你的泪呀你的悲 是我一生的亏欠 我愿意用生命去抵押 来还回你曾经的美 六姑娘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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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